您好 欢迎收看Tnews 林波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 林波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通过新闻来看到花东发生多起有感地震 全台陷入恐慌了 又刚好遇到921前后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就进行了防灾宣导 呼吁民众要收集三大原则 趴下 掩护和稳住 实际示范正确动作 并且建议民众准备地震避难包 以备不时之需 吊灯剧烈摇晃 碰撞 滑动大地震 又在921前夕 民众人心惶惶 台中市消防局加强防灾宣导 在室内预阵时记得趴下 掩护 稳住 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想民众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保护自身的安全 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要先做趴下的一个动作 那趴下的动作呢 主要就是要确保 你的重心是放低的 那避免地震摇晃的时候 不会因为跌倒而受伤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掩护 那掩护的部分 其实当我们趴下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找这个桌子 这样的一个屏蔽物 那同时呢 你要用你的手 去抱住你的头颈部 确保你的头颈部 不会因为这个被东西掉落而砸伤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稳住 那稳住的重要目的呢 就是你 你要用手去抓紧你的这个桌角的部分 那这个桌角的部分 主要就是避免就是说 如果地震摇晃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地震强烈的摇晃 造成桌子的移动 而让你的这个没有办法受到保护 另外六股长指出 准备避难包也是防灾重点 包含自己所需的用品 粮食放入证件等 遇到地震时就能多一份保障 紧急避难包的一个放置位置呢 我们希望放置在玄关或入口处 那所以这背包里面呢 我们就要准备三天的这个食物 饮用水 那另外就是自己 常用的这些随身性的这些药品的部分 我们也要准备保暖的 这样的一个用品 包含雨衣或是保暖毯 另外还有个人随身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件 比如说你的辨识你的身份的一个文件 下方局宣导防灾应变 就是希望民众在灾害发生时 都有自保的能力 好 另外来看到桃园市恶意B车 挡车事故攀升 从108年至今呢 增加了超过三成 但除了恶意违规之外 其实有不少民众啊 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来处罚的 直到收到罚单才惊绝自己违规了 而交通警察大队提醒闪灯击杀 或是无预警的变换车道 都构成B车挡车行为 什么是恶意B车挡车 一般民众是这样认为 比如说他可能在前面 然后你就一直按他喇叭 觉得什么样的行为 是恶意B车或挡车 就可能你正常骑 他就会突然落到你前面 刹车 无预警超车 乱按喇叭或是闪大灯 是多数人普遍认为的 恶意B车挡车行为 随机接访路上民众 实际遇过的人还真不少 根据交通部统计 B车挡车近三年举发件数 有明显增加趋势 其中桃园市恶意B车 108年是392件 110年有502件 挡车108年510件 110年则是908件 增加幅度超过三成 遇到恶意B车挡车 你觉得可能会发生 比较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可能会撞到 对啊真的很危险 这个我一定会当下停下来 马上报警 危险驾驶或是让前车 心声畏惧 都构成所谓的B车行为 事实上暂停在车道上 或是无预警靠近 也算是危险行为 除了可处6000到24000元罚还 还会被调扣汽车 牌照期限6个月 警方目前为止 接受到民众以B车挡车 检举的案件 大多是在变换车道当中 因为行车距离保持不当 让另外一个驾驶人 认为有一个B车的嫌疑 这是最多的一个样态 无论是无意还是恶意 只要构成B车挡车行为 就会开罚 交通大队提醒 驾驶人上路 还是要多加留意 避免违规 伤了荷包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逐渐松绑 边境政策 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旅客明显增加了 因应旅客的需求呢 桃园机场和松山机场 还有台湾大车队等单位来协调 调派车辆机动支援机场的旅客输运 而目前防疫计程车的量能充足 计程车等候处旅客一个接着一个 计程车司机忙着帮回国旅客 把行李搬上车 边境管制逐渐放宽 淘机入境旅客跟着增加 指挥通信从9月开始 开放入境旅客 可以自驾离开机场 或有亲友接送缩短旅客等候时间 而因应旅客的增加 机场防疫计程车也进行调配 我们都会预先部署了 像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 可能会有很多的人潮的时候 我们都会预先把他们叫进来 然后看他的人数的那个 我们有1,2,3,4军的 可以这样子看他人数而需要叫进来 机场防疫计程车有557辆 另外也建置580台的支援部队车辆 已备不时之需 机场防疫车队能量充足 航空公司也会分配尖峰时段航班 避免同时间有大量旅客涌入 另外有消息传出 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管控航班 但对旅客来说 真的很不方便 如果没有订到就是回不来 对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怎么解决呢 就想办法去订啊 如果没有那一天 就是要订另外一天了 对啊 他会讲说没有班机或者是已经满了 防疫政策放宽 防疫计程车也逐步退场 淘机维持一定排班车辆 确保运输量能 疫情影响民生经济 苗栗县竹南政公所经代表会提案 以自由裁员规划每人一千元的防疫纾困金 8月16前涉及的证明都能来领取 而相关通知单与领据政公所将发放到每一户 预计呢 10月3号起陆续发放 除了中央祭出五倍券 振兴疫后经济 苗栗县三亿 石潭乡也有相关的福利措施 而竹南政民代表会经三度提案要求更进 政公所核良自有裁员之后 同意办理 只要今年8月16号以前 涉及竹南政之证明 发放每人一千元的防疫纾困金 我们全职作为 这几天都正在做 当然就是 其实是给你就等于就是说 这是领条了 那很方便 公所都帮你贴好了 那你如果同一户的话 譬如说五个人 一个做代表的话 其他四个 还是要这个生物证影印本 或是没有的话 你就用健保卡也可以 一人一千块 那总共八万 差不多八万七千人 那我们当然是要 八千多万的金额来做发放 因应佛照团体购回早年 民间开发单位 被捐赠的公共设施土地 政库进账约一亿多元 特别回馈正名 用以振兴消费 约有八万七千多人受贿 预计十月三号起 陆续在指定地点发放 时间皆为下午两点 至晚间八点 住了方便上班族 也规划了补领其成 我们会分四个区 那其中有两个里 比较特殊的就是 顶补里跟这个公管里 它比较远 那我们会说 它这两个里是个别 个别的时间来排序 如果没有按照我们所 编定的时间 那一些乡村呢 就在十月二十三号 到十月三十号 差不多有八天的时间 那你陆续可以到 公所三楼来领取 防疫纾困金通知单 以及领聚 政公所将透过领长 礼干事协助发放至每户 还请证明根据表单上的范例 注意事项操作 以免影响作业流程 与民众的保贵时间 多数民众优先选择 接种新冠疫苗 导致流感疫苗 接种作业困难 苗栗县卫生局 提早准备了 针对四架流感疫苗 今年采购13万剂 预定10月1号 开放公费疫苗施打 并且宣导流感疫苗 可与其他疫苗同时来施打 或间隔任何时间都可接种 受到BA.5病毒攻击 肺炎疫情似乎有回温 苗栗县今年第38周 6675人确诊 上升了14.45% 虽说防疫不可兽懈 就在入秋之际 也会致命的流感 更不可被忽视 疫苗得打好打慢 疫苗已经购买好了 那我们苗栗县今年是买了 13万4千多剂 那在接种的过程里面 我们今年的方式 就是会让它两剂是同时接种 从10月1号开始 如果打新冠疫苗 那我们另外呢 就是一只手就是打我们的流感 那我们就是左流 然后就是右边就是打新冠 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一般民众优先施打新冠疫苗 而今年最新的接种政策 修正为流感疫苗 可和其他的疫苗同时 或者是间隔任何时间 都可以接种 一般的常规疫苗也不受限制 也特别补充 就是有关于幼幼小朋友的部分 还有就是 他在接种的时候 我们除了刚刚讲的 合约接种站以外 卫生所的常规疫苗 小朋友如果在接种的时候 也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的疫苗 自驾流感疫苗 苗栗仙卫生局已经采购好13万剂 被妥后加强宣导正确的接种观念 针对公废流感疫苗核实开放施打 预定会在10月1号正式开放 并在此呼吁 现任的新冠流感疫苗皆充足 踊跃接种以达到双重保护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投票日倒数了 新竹县长候选人周江杰呢 开箱露营车行动竞选办公室 红色系展现热情活力 也端出了政策牛肉 要来解决塞车 而成立西南清创基地等等 展现了行动力 而露营车办公室将走遍13厢正式来 请听民意 大红露营车停在竹北市文兴路空地 新竹县长候选人周江杰 今天开箱行动竞选办公室 未来会到13厢正式走透透 请听基层声音 未来如果当选新竹县长 我们各个局处的办公室 其实也要有这样子 能够到外面替我们相亲朋友 解决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强调这件事情 其实除了能够近距离的接触之外 也是表达我们的行动力 我们的机动性 我们能够真正为民众 相亲解决问题的能力 投票日倒数67天 曾任县议员与民进党客家部主任的周江杰 才创新政策咖啡馆概念 将露营车变身行动竞选办公室 吸引年轻选民目光 车身显眼英文字母J 作为竞选主视觉 全车红色系 展现热情和火力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机动性的车内车外座椅空间 能讨论议题 政策牛肉要推动虎口段铁路地下化 保留旧铁道改建成铁道公园 也要成立西南青创基地 吸引青年返乡创业 对于经国桥用色 提出因复始快捷二号三号 舒缓未来施工期车流量 也可找出题内替代道路方案来解决 怎么样让我们经国桥 能够有一个替代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能够思考在题内 能够有一个替代的道路 过去中正桥在琼林 琼林段跟竹中段的 这个中正桥的改建工程的时候 那个桥断掉了 在改建工程进行的时候 其实县政府就有思考 有做过在题内 能够有一个替代的道路 那这件事情能不能在 经国桥相关优化改建的工程 进行的时候 同样能够提供给 竹北往返新竹科学园区的 我们的上班族能够有另外一个替代道路的选择 行动竞选办公室 接下来会到各乡镇市 与民众面对面解决在地问题 展现行动力 也要把倾听意见纳入施政 让竹县未来变更好 减轻家长的负担 鼓励孩子努力向学 苗栗县县院理政公所 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编列经费办理教育助学金 而镇内11所国中小学 每人每学期发送500元的助学金 这一个学期一共有2910位学子受贿 新学期发送专属于 院理政孩子们的小确幸 也希望借由实质鼓励 努力上学 杨栗县院理政公所 110年第二次的教育助学金 由镇长刘秋冬亲子送到每一所学校 发送每个人500元的助学金 11所学校总共2910位的小朋友的助学金 希望这笔钱能够减轻我们父母亲的一些负担 还有说小朋友如果说需要买一些文具的话 他也可以利用这笔钱来作为购买的使用 我们想说因为现在慢慢扫紫化 希望在这个扫紫化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政公所这边能够帮忙的话 我们就尽量来协助 以现金取代图书礼券或是文具用品 可以更加多元运用 虽然金额额度不高 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不无效果 户籍111年9月7号之前 涉及在院理政 且具有正式学籍者都可以享有正向福利 涉及院理政的部分 大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500元的助学金 我们不要说有特别的一些状况 所以说每个小朋友都有 只要涉及在院理政的 我们都全部发放这样 谢谢 那政长是不是因为代表会的支持 也会持续的来编列相关金额 是我们在我们整个政公所的预算里面 在财政可以之下 我们也感谢我们代表会的支持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每年会持续来发放 总共11所的国中小学 这学期共有2910位学生 收到这份助学金 发出金额147万8千元 而受到代表会的支持 政公所会持续编列相关经费 要让院理政的学子 引在起跑点 好 另外来看到 苗栗县交补国小地处偏僻 院理政山区送餐不易 为了让孩子可以吃到 热腾腾的营养午餐 学校独立厨房采取公办公营 每天厨工准备 大约有70份的午餐 并且运用教育部偏箱加码补助 每餐食材费提高到62元 还备有点心 让学童吃得健康营养 备妥新鲜食材 厨工阿姨忙着清洗 要为孩子们烹调出 美味可口的营养午餐 位处于苗130县的 院理政交谱国校 校方考量到 山区送餐不易 此外也是希望饭菜 能够确实保温 学校自行设置厨房 营养午餐也是采公办公斤 今年就是教育部 在补助偏箱厨房的部分 在食材已经提升到了62块 包含3张1Q的14块 还有石斑鱼计划 也都是在补助偏箱食材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孩子 不会因为偏箱食材无法运送 或者是运费的把它消耗掉 所以教育部还是希望 偏箱的孩子能够吃得好 然后吃得足 吃得健康 受到原物料涨炸的影响 营养午餐的食材费用 也是一只调涨 针对偏箱学校 教育部在这个学期 将补助费用再提高 每人每餐62元 我们除了在整个 营养午餐的品质之外 那我们在每天都会有一个点心 或者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营养补给品的一个模式 来提升整个偏箱孩子的一个 营养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在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就是在今年开学之后 我们的一个偏箱孩子 都可以达到62块 这样的一个美味的一个菜色 偏箱学校每人每餐 营养午餐补助62元 针对厨房设备 上市臭油烟机 烤箱 蒸笼也更新 资源不应交通距离而受到限制 也让家长更加放心 苗栗市桥域多元智能实验小学 除了在课堂推动课音双语 校方设计生活百具护照 包含等一下 要注意等用词呢 都有课音对照 学生必须学会念 并且经过四位老师认证几点 就可以兑换礼物 在反复的练习之下 学生课音文都是相当的流 记得要求你的父亲 要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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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拿出生活百具护照 慢慢念出英文句子 换一位老师认证 课语也要通 可是 我们要课试试试试试试试 苗栗市桥域使试试试试试试 让学生持续进步 有些在生活上的英语能得到加强 然后也可以练课语 因为我课语我虽然是客家人 可是我课语没有很厉害 能加强课语的同时 让英语更熟练 现在学了有没有哪一句 你练特别的久 特别的有印象 在生息排列 因为那个生息的息 我一直练错 所以我就练很多次 透过这个护照活动 会不会觉得学起来 比较没有压力 会 生活百具护照最初 设计只有英语 今年初加入课语 生活用词可应对照 之前认证可能是 be careful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be careful 我生意哦 be careful how is everything and you homo how is everything blow your nose he's mp blow your nose 那小朋友呢 在这样子的认证过程当中 他不只有国际化学习了英文 他也很在地化 他学习了怎么生活沟通的课语 align the tables 做给水平了 align the tables 做给水平了 为了提供沉浸式的语言环境 校方每天播放教学袋 学生边扫地边听 而学习动力之一就是几点对价 小朋友认证通过 他每一句呢 去找四个老师 不同的老师帮他盖章认证 他可以几点数 那集的越多 你依照自己的能力 你认证通过的越多点数 你就可以得到 越多的点数 可以来去兑换奖品 从单词进阶长句子 挑战性越来越高 带一次次的练习 加深学生的记忆 说英文也不忘母语 详艺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病人安全日 高雄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在9月19号到9月23号 举办病人安全周活动 今年由于受到疫情的音响 就改由透过孕产儿的安全案例分享 及教育训练等方式 来加强宣导孕产儿的安全观念 确诊的当下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不舒服的 我就是有一点感冒症状 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担心 家里其他的成员 希望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影片中的林小姐在怀孕期间 确诊新冠肺炎 因为家中还有两个小孩 再加上肚子里面还有三宝 让他十分担忧 还好经过医师建议和药物治疗 已经恢复健康 做了解释之后我就知道说 其实这样的药物 对胎儿的影响是几乎没有的 对是很安全的药物 那我也相信医生的专业 他既然会希望我们在第一时间吃这样药 一定是相对的是担心并发症 比较严重一点 对因为他有跟我提到 就是在确诊之前 他就有跟我分享说 叫我一定要去打完第三剂这样 然后他说疫苗打完第三剂 对我的保护力是最好的 除了康密朵药物给的很快以外呢 然后再来就是医生挥植不断的 就是安抚我的情绪 就是叫我要多 提醒我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叫我不要就是太紧张这样 23周的时候我发现 我走路会喘 然后我的脚是肿到已经 脚背跟脚的那个 怀的那个地方 就是已经出现到压迫到 皮肤跟摩擦到会剩水 甚至有伤口 而这位林小姐 则是在怀孕十六周开始 双下肢肿胀 原本以为是一般的水肿 但之后又出现了呼吸喘 经过意识检查 发现是双侧下肢 静脉血栓 经过治疗 不但双脚已经消肿 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宝宝 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 是比别的妈妈辛苦一点 但是我也很开心 就是在这一段怀孕的过程当中 我跟庄医师 就是很密切的保持联系 我只要真的有不舒服 我都会让她就是马上知道 我的状况身心灵等等 所以我要就是呼吁 想要即将成为妈妈 还有有打算要成为妈妈的 那个新手或是准妈咪们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任何的症状都是一些 跟你自己要到孕产的部分 都是很紧密的 所以不要害怕说 去向你的主治医师反应这样子 向它反应 你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为了响应病人安全周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举办系列活动 透过孕产儿安全案例分享 以及教育训练等方式 加强宣导孕产儿安全观念 鼓励相关人员和单位 共同为孕产儿安全而努力 在这几个比较高风险的项目 希望能够跟我们所有的病友 我们的产户 新生儿的所有相关的人员 都可以了解这一方面 怎么样子去预防去处理 我们特别就用案例的分享 或者是其他教育训练的方式 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产妇 跟我们的所有媒体朋友 社会大众 有更好的对话 把握关键 把握关键 铲除风险 铲除风险 揭开今年病人安全周主题 也象征活动起跑 期盼借由提升孕产儿安全的认知 共同为孕产妇创造幸福 平安且顺利的产程 我超想看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不要走 走回去 我已经走死了 为什么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新北市土城永宁里 坡地业主任意放养牛只 在上周有多只牛只病死 而且处理动作很缓慢 在立委的协助之下 旅长办理会堪 要求是否严加来稽查 经过一周 业主圈养牛只环境有改善 但还是有缺失的 旅长要求各局处 限期业者改善 并且提交环境检测报告 东宝处穿起防护衣现场为牛只消毒 土城永宁里山坡原本放养的牛只吃起市场购买的野菜 圈养地点也铺上墓穴 降低恶臭 一旁的水盆也盖上细网 避免污染 我们还是希望它在圈养牛只的这个地方 会夹盖一个屋顶 这样子下雨天的时候 雨水才不会直接混着这个牛份一流出来 就是会沿着屋顶这样子滑到旁边 这样子对牛只的健康状况 也是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部分是主事说可以去做配合 农业局同时要求业主才轮作的方式 种植木草 恢复坡地水土保持 但里长对于这样的做法还是有所疑虑 现在都关注出 你假如是要种草的话 没有那么快 你要分期的话 分不够牛吃 那么多头二十几头要吃的人 你哪里种草的话 他有天保肚子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让你有时间慢慢改善 我们会在最终来追查 我们会把那个新铺系统一起 还有组织订做紧紧的 一定要处理的 里长会这么在意 是因为在养牛场下方 约有二十户的住户 由于无法接管自来水 只能饮用山泉水 业主随意弃制牛粪 直接污染了居民饮水 况且居民发现 近年来只要遇大雨 山沟水汁都相当污浊 没有来以前 这个我们吃的山泉水是非常清澈的 他养牛以后 我们的水就变污染了 变有黄色的 有时候有黄瘦 每逢下大雨 这条小水锅就是泥巴土 就是像土树柳一样的土 水下来 都是差不多一天左右 才会变清澈 这一次会看后 立法委员吴其名服务处 要求各局处要限期发给委员工所与里长环境检测报告 与稽查状况 现在已经有在列馆当中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标准出来 那我们有限期给他 希望他给我一个启程 那多久的时间去改善目前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他稽查的时间点 密集度 这些也要请他跟我们里长的部分也要说明 还有跟我们服务处这边也要 我们也会继续去盯着这个部分 那希望不要让这件事情一直延续下去破坏环境 经过一周 放养地虽有改善 但还是有缺失 委员办公室与公所经建客 都将协助里长紧盯后续状况 不让业主再随意放养牛只 镜头转到台中 来看到太平区蝙蝠洞 是当地知名休闲景点 近日有民众发现了步道的阶梯破损 护栏损坏 外线市游客远道而来 看了也傻眼 认为有跌倒踩空的风险 而国安旅局表示因为使用率高导致破损 目前预计在11月底才能修缮完成 记者实际走到这个木栈道 可以看到这边的破损是相当严重 那这边的破洞 记者的脚实际都可以踩到下面去 游客来玩是相当的危险 太平区蝙蝠洞是当地知名的休闲景点 最近就有民众发现步道不但护栏损坏 阶梯更是破损严重 游客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空受伤 因为材质是仿木的塑胶材质 那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林 岁月的缺彩 当然游客见多在踩踏就容易损坏了 那因为使用率很高 而且有破损的状况 那我们观光旅游局已经筹措经费 预计会在111年的11月底改善完成 那我们为了维护民众使用的安全 已经先在现场设置安全的警示设施 一过百福桥映入眼帘的就是破损阶梯 管理局表示因为使用率高导致损坏 但当地居民说近年受疫情影响 游客相较过去已经少了许多 现场外线是游客远道而来 看到这破损情况也是相当傻眼 这应该不是人为的啦 应该不是游客多这样子造成的 看这个状况感觉就是会有点危险 因为你看都破掉了 然后感觉如果踩下去就贪邦下去的话 如果是老一辈的人一定受伤 对啊一定会受伤 那后面这个部分呢 这个这个一定要修的啊 这个如果有人 这个太危险了 这个如果晚上暗一点的话 视力不好的人 如果怎样走一走不然滑下去或什么的 也很危险 那今天是从哪里 哪里过来的 我们是从台北来 我们来来旅游 就是来玩个一两天这样子 过吊潮就破损 那你觉得怎么样 就觉得有点不太敢走 阶梯破损部位 现场有紧急放置三脚锥 管理局预计11月底修缮完成 民众近期若要前往 要特别注意脚下的步伐 以免踩空受伤 中央大学EMBA校友会呢 连续三天举办捐血活动 广邀学生还有教职员共襄胜举 虽然说疫情啊 是一波接着一波 中大校友会的公益活动 还是一场接着一场 透过众人之力 为台湾的血荒来尽典力 中央大学EMBA校友会举办捐血活动 将捐血车开进了校园 方便学生及教职员捐血 以前就有捐血习惯 刚好有就想说过来捐一下 定期都有捐就对了 捐血的好处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是想说就是可以助人 第一次捐 感觉怎么样 还没捐 还没抽 还没抽 还没开始 那你会怕吗 蛮怕的 捐血能助人的话 有捐血经验的教职员提醒 捐血虽然好处多多 但是前一天一定要睡饱 精神饱满才可以捐 但是要先吃饱 肚子不能空腹来捐 前一天要睡饱 睡饱八个小时 平常又有运动习惯 不然捐血可能会 第一次会蛮恐怖的 中央大学EMBA校友会 在疫情期间仍持续做公益 包括颁发奖助血经 寒冬送暖 公益演唱会等活动 这次校友会理事长 黄文静更身体力行 晚宿捐出热血 呼吁大家一起为台湾的血荒 尽典礼 血荒绝对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 所以说这一次才去跟协同 我们由中央大学来主办 中央大学EMBA校友会来主办 然后请我们诗子会 诗文诗子会来协办 大家来共枪称绝 那也谢谢我们这一次 所有参与的 所有的同学跟校友 还有我们一些民间人士 疫情未完全散去 国内各医疗单位 血库血荒严重 因此校友会举办捐血活动 号召更多年轻学子参与 活动从21号到23号 捐血车停放在 中央大学管理学院窒息馆前 现场备有礼券 牛奶蛋糕 以及行动电源 素食兑换券等礼品 也邀请校友一起回娘家 晚秀兼热血 让台湾各医疗单位 血库资源充沛 帮助更多病患渡过难关 重阳节就快到了 各地陆续发放重阳礼金 在台中市的大使礼 今天很热闹 礼上三位百岁人瑞 有退伍军官 还有从日本辗转来台的甜妈妈 旅长送上了金牌寿面 替章辈们热闹一番 众人齐聚社区中庭替甜妈妈 唱歌庆祝 因为她在今年迎来百岁生日 你今年一百岁 西村区长大使里长 带上重阳礼金金牌 替百岁人瑞祝贺 这位甜妈妈是道地日本人 17岁跟着军队前往中国东北 民国38年又转转来到台湾 从此落地生根抚养五个小孩 这样的叫重重 我说重重很高兴 大使里的百岁人瑞还有她 今年一百岁的陶贝贺 年轻时在清泉钢三连队服务 一间扛起家计 抚养七个小孩长大成人 如今退休安享晚年 孩子以她为荣 她是苦境刚来 她要养七个孩子你知道吗 一个人 一个老农民今天有这种成就 真的是很感谢 重阳节将至各里陆续发送重阳礼金 西屯区最年长的仁瑞恰巧也在大实力 韩伯伯拍拍手 开心的和众人留下合影 韩伯伯今年已经106岁 收下受桃面线欢喜的心情藏不住 今天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那代表我们卢秀燕市长 一一的来制证我们这些百岁人瑞礼金 或者是金项链 那我们也刚好 因为他们在他们居住的中庭楼下 为他们都办理了一个庆生的活动 我也很希望说 带给大实力更多更多的欢乐 百岁人瑞历经无数风雨 含辛如苦将孩子拉拔成人 佳节前夕大伙送上祝福 感谢他们一生的付出 探访新竹县百岁人瑞 县长杨文科来到了北浦桑 100岁的萧鸾飞阿公 开心的跳起了日本舞 还唱起了印尼歌 让众人是鼓掌就好 而103岁的罗流段妹阿嬷 则是爱吃青菜和地瓜稀饭 长寿秘诀就是不挑食 看到现场到来 北浦桑100岁的萧鸾飞阿公 跳起日本舞唱起印尼歌 记忆力好 啃腔有力 让众人赞养佩服 讲日本话 还有跳舞 还有可以唱印尼歌 就是这样的 我的一生 是波浪万丈的人生 叫做波浪的人生 他15岁就到日本去读三年书 回来之后从事受医的工作 21岁结婚 生小孩子之后 被日本征兵到南洋去 15岁到日本念书 被征兵到南洋 历经白色恐怖 做元老等 萧鸾飞人生有如波浪万丈 婚后遇有二子三女 当了四年村长 九年明代 对地方贡献良多 一开心就会在老街 唱歌给游客厅 没事他就扫扫地 假日有人来 他就教些游客 跳日本的土风舞 日本的民族舞蹈这些 跟游客互动都很开心 对跟游客互动都很开心 这北部算是高临发的消费 目前最百岁的 罗姻家中央有百岁 所以现在北部 罗姻家官方教育的工作 而103岁的罗刘段妹 直到县长要来 特地换上洋装 靠着谈面被和打杂工 辛苦养大四个孩子 爱吃青菜和地瓜稀饭 长寿秘诀就是不挑食 母亲经常都有困的时候 都要出去外面打杂工 赚了一点点钱 在补贴家用 所以非常的辛苦 而且勤俭 她平常身体还不错 还可以拿着拐杖走路 她身有两男两女 一家和乐融融 她非常的乐观 可以讲是家庭幸福美满 以前在这棉被这个部分 也受到我们相信的肯定跟支持 那家庭和乐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看 我们的罗妈妈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祝她真的永远身体健康快乐 最后探视101岁的江里饼妹 送上金锁片 家庭和乐幸福 是每位百岁人瑞最大的欣慰 幸福祝贺重阳节快乐 能健康加霸吉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中西区的美术圆道 是许多人散步招勋异国美食的地方 最近就有居民发起了进阶行动 徒步在圆道一带和周边来捡食垃圾 要还给圆道一个干净的空间 一个垃圾袋 一把大夹子 美术圆道 进阶行动 出发 沿着圆道 捡食 民众随手丢弃了垃圾和烟地 不一会儿时间 已经捡了好多 这是西区吉隆里在地居民自发信 发起的进阶行动 目标除了浓浓异国风情的美术圆道 还有吉隆里的街道 年轻的志工 在这边清洁 我就发觉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因为台湾人很爱清洁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人 他会乱丢东西 尤其那种口罩戴过的口罩 所以我就发现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 我们也去 因为这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我们住在这边 所以我们也希望环境是干净的 不怕脏不怕热 居民弯下腰 把看见的垃圾统统放进袋子里 实际看看进阶行动 捡最多的是烟蒂 再来就是饮料罐 每天我们在戴的口罩 这个也变成了是一个 环境卫生的一个很大 可能都忽略掉 就是说口罩 大家都随便丢弃 那丢弃之下 可能就会造成 我们环保局的同仁 或者是我们这些 捡食热射的这些志工的困扰 除了在地居住几十年的长辈们 还有年轻族群 在吉隆里发起多场进阶行动 只盼用自己小小的力量 还给原道及社区 一个干净空间 保护海洋是一个很重要的 环境的问题 那么但是居住的环境 我们也需要进阶 所以刚好有一群 我们里内的年轻朋友 他们就跟我一起 然后利用他们的一个休假期间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参与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维护礼的环境 是每个礼民都需要必备的 清静家园从自身做起 吉隆里不分老少 一步一脚印 用行动爱香爱土 也发挥更正向的影响力 石门水库新建以来 提供桃园地区稳定的用水 但受到水库新建影响 有一群人因此搬离原本的家园 2022桃园地景艺术节 举办了石门水库移民故事展 呈现淹没区原住民的生命故事 带领民众反思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为了探讨环境与当地的石门水库 前移历史 桃园市文化局从文化历史溯源 以水库移民故事为轴线 举办石门水库移民故事展 希望观展民众可以在特展中 认识桃园市文史变迁与文化资产 思考环境保存与开发的和谐之道 那一个石门水库的完工 当然淹没区是被搬出去的 他们的故事有点颠沛流离 但是血泪比较多一点 眼泪心酸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个时代大故事 这是绝对是一个大合聚的题材 这里面有相当的多人被迫搬出去 也被吸引搬进来 这次特展总共分为五大单元 以示意的展示手法 运用老照片 老地图 移民们的口书访谈 在地景中描绘水库淹没区 住户迁移的经历 以及搬迁后努力生活的轨迹 我们会透过影片 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作品 重新透过后代 就是这些移民们的后代 然后重新去回望 去审视这一段故事 然后让他们重新再次 跟长辈的记忆理由 重新有连结这样子 桃圆寺所移民新村附近的小朋友 在暑假参加工作营 运用蓝塞的手法 制作属于每个人的平中性 成为展区中独特的装置艺术 利用暑假办了一些工作坊 或者是娱乐营 主要就是娱乐一觉 透过一些游戏 把他们的故事 讲给他们听 然后他们听完这些故事 就写成用蓝篮 放在瓶子上 这边也有展览 这对那小朋友 就是时光娇狼 石门水库移民故事展 即日起到9月25号 开放免费参观 在福安宫旁的 红线F大科坎园区举行 透过图片影像 让民众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 一同来回顾这段过往历史 新北市中和区的污水接管 渐渐普及 整顿丸的后巷 就成为彩绘的最佳原地 新北市中和嘉河里里长 争取绘制各种学习彩绘 打造学习励志风 让亲子能走进后巷来说故事 也成为特殊的打卡景点 不起眼的后巷画上色彩 缤纷的彩绘 不管是赛跑竞赛或是小朋友认真写作业的景象 一整排的图案都跟学习有关 中和嘉河里里长 透过新北市议员陈景定 向水利局争取经费 完成里内的后巷彩绘 选择教育 德智体群美 励志风 让亲子能走进后巷说故事 上面有德智体群 也是告诉学生 小朋友在学校要用功读书 以后长大回馈社会 最后可以完成你的理想 就好像环游世界一样 所以我们设计是朝这个方向走 正好这条巷子又通到消防队 消防队旁边又有一个 我们最近要完工的 五亿的嘉河公园地下停车场 所以这样子互相辉映 我觉得这个工程 在我们这个里完成 带给地方上非常大的一个兴奋 两处后巷是里内通往 中和消防分队的捷径 未来还能前往嘉河公园 住户开心后巷变得明亮干净 将图片分享给亲友 还成为打卡经典 文营蟑螂都变少了 然后变成光鲜亮丽 对啊 改善了蛮多的 不整齐的地方 他还有帮你补墙 弄得很平 真的是太棒了 我有传一些图片 给朋友看 传到群组 结果就有朋友来这边欣赏 你们这边太棒了 你们里长真厉害 民众到了嘉河里 可以在后巷走走晃晃 与彩绘图案合照 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殊打卡照 好 另外来看到 国立台湾图书馆展出儿童日报回顾展 希望通过展览 让六七年级生回顾而时的回忆 同时也期望激发儿童新闻新观点 见谷知今 寻找儿童媒体的新可能 国立台湾图书馆与 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合作 举办走进儿童日报回顾 探寻儿童文化力展览 规划五大展区 回顾1988至2001年的报刊内容 勾起六七年级生的儿时回忆 有一个版叫做人物版 介绍了很多人物 包括爱画画的 爱画垃圾车的小男孩 这样都是一个报导的主题 将不同的视野延伸 其实就是综合了各种事物 薪知啊 国际视野 把它归纳在一起 其实我也是把它 因为简化成五个面向 所以把它全部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集中在这个第三个面向 翻看20年前的儿童日报 可以看到亚洲第一位 网球大满贯冠军 谢淑薇在12岁时的打球英姿 虽是给儿童阅读的报纸 却不缺乏国际史诗 包括战争引发的原因 与军事武器的介绍 儿童日报当时聘任儿童心理 儿童教育 大众传播 以及印刷出版的专家们 担任顾问群 确保出版品质 我找到 比如说曹俊燕老师 他有一个作品叫屁股山 就是 北投的那个山 很像屁股的那个作品 另外还有赖马 还有野兽国 就是桑达克那个 很著名的那个作品 那大致我都会有 以儿童文学的这个人物来选择 国立台湾图书馆特别复刻 展场中的展品与录制独报音档 提供色彩扩试机 便利视障者阅读 与听取真人解说 有兴趣的民众可把握时间 前来看展顺便回忆童年 这是本公司即将发表 搭载全新全席投影技术的手机 你好 先生 铃铛的车已经准备好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吗 怎么被偷了 停车定车 你在川口科技公司上班 今天帮公司签约哦 生日快乐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这高刚轰吹起啊 代表新竹县新浦镇的市饼祭到了 能够用果皮作为染料进行染布 县府就到这个市染坊来参访 经验用试染做成的火锅 东坡肉 烤生蚝 栩栩如生 就像真的一样 也肯定呢 开创通路 积极参展 提高国际能见度 包包 衣服 墙上挂的琳琅满目 还有桌上的火锅 东坡肉 发糕 烤生蚝 看出来了吗 全是用试染手工做成的 拟针食物展 就像真的一样 县府今天参访 新浦试染方都大呼惊艳 我们市子之乡啊 在农忙之际啊 现在都开始在生产市子了 生产市子的剩下的残余物啊 就是市子的皮 我们来做浓缩 来做成一个市染 我希望我们县府跟正工所 跟新浦农会 我们大家一起再度攜手 把这个产业把它再推广出去 所以目前在我们的桃园机场 各大服务区 以及各大博物馆 各大商展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 让这个我们新浦非常有名的 市染的这个文创产品 能够再度的把它新加到全世界 让大家都看得到 桃园机场 博物馆 美术馆 商场都能看到市染文创品 要持续推广发扬到国外 新浦市染方12年前成立 率先开创台湾市染工艺之路 每年执行劳动部计划 聘请青年投入 加入创新思维 针对亲子客群 能制作市染小动画 亲子围裙等 也积极参与台韩天然染色交流展 日本三岛丁工人剂等 提高国际能见度 九月市丙级开炮 用果皮作为染料进行染布 10月底将推出彩虹试染 穿搭走秀等DIY活动 我们活动日期是在 10月24号到11月6号 我们会有结合了 很多样色彩的彩虹试染 还有悄悄染 然后还有一个市民的穿搭秀的 小型的走秀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试造的DIY 年菜夜市小吃 古早味零食 全都栩栩无声 传统工艺结合在地文化 打造文创商品 热卖各同路 要持续注入新火力 将新普世染发扬光大 苗栗县苗栗市青年农民 钟维平 曾经是篮球好手 在大学毕业 几经考量决定返乡来 务农和哥哥一起扩大父亲的倒作 芋头田面积 积极学施肥还有用药 以往呢 这运动员的训练不只是体力有基础 还有务农必须要有的主动自律 钟维平这一份付出很有精神 也让他获得百大青农肯定 顶着大太阳绕芋头田 整理采收 苗栗市29岁青年农民 钟维平 今年获百大青农肯定 自己的努力 然后获得这样的肯定 其实是心里会变得觉得很踏实 就是说我平常的努力 都有被肯定的感觉 然后也希望我们年轻人 回来做这一块 然后曝光度 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知道这一块 然后愿意回来一起 跟我们一起努力 钟维平高寿身形 以前是篮球好手 高中绕北部球学 大学也是体育系 毕业之后几经考量 凡乡和哥哥一起接下家业 稻米、芋头田 面积如今扩大到超过50架 收成转交合作的企业 过往运动员的生涯 替务农加分 运动员你就是智力 虽然你平常运动 但你的饮食 你平时运动完之后的 私下的时间 你对自己的自我的提升 其实我跟农桌蛮像的 因为你务农 你没有一个老板 你没有一个上司去顶你 你真的就是自律 对你平常寻水啊 或是除草啊 或是施肥 你喷的面积 有没有均匀 其实都是看你自己 务农并非一人可以完成 期间得和长辈沟通 还要克服人力的问题 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力 因为真人真的 因为我跟我哥哥他们 我们在网路上 不管是朋友啊 或是网路介绍 其实都 有点心灰意人 就是怎么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合作伙伴 未来想要自创品牌之外 中文萍将自己执行 产销履历认证 持续用心创新 擦亮百大青龙的光环 好 接着来看到呢 爱之光协会 希望打破市帐者的 植疫癌框架 培训市帐香氛师 透过嗅觉感 瘦缤纷的香氛世界 经过专业培训 让市帐香氛师 带领民众来练习闻香 体验香水DIY 调配个人专属香水 也开辟一条新的就业之路 在市香纸上 第一项香料 凑近鼻子轻轻拍动 仔细闻 爱之光协会 培训市帐香氛师 让市帐者 透过嗅觉的天赋 闻出缤纷的香气 用专业的角色 协助他人 调配出专属的香水 市帐者开创了 另外一个新的职场 除了按摩之外 还有其他新职场 而且我也希望说 私比受更有福 那我想 我应该也有能力 可以去带领 其他市帐朋友 除了就是按摩之外 因为我是做按摩的行业 那现在很流行 叫斜钢 那我想 除了按摩之外 是不是也有可以 斜钢其他的事业 我们今天课程 是教的是 清新调 清新调的香水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清新调 主要就是以 我们柑橘 比较柑橘调 或者是说 薄荷这些成分为主 桌上摆满 瓶瓶罐罐 有甜 橙 扶手干 小花 茉莉等 各式香料 香氛师带领民众 练习闻香 依照个人喜好 制作专属香水 从前调 中调 再到后调 喜欢什么味道 自己调 抓出想要的比例 是甜美迷人的花香调 还是刚柔并济的木质调 这喷在手上 飘逸的香气 是令人着迷 因为我也是 方辽的初学者 那我在去上 那个那哈课程的时候 也是会根据功效 去调我要的用油 然后每次都调出 非常可怕的味道 所以我就今天想要来学 怎么样让味道平衡 因为其实 闻到这个味道 去喜欢它的话 那对疗效也是有帮助的 视障者除了眼睛外 和你我都一样 有着许多天赋 爱之光协会 希望打破视障者的 直牙框架 培训专业的香氛师 带领大家一起闭上双眼 感受香氛的世界 也开辟一条新的就业道路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林波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林波网 每天晚上八点 提供您最贴近的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